雙北開放餐飲內用 臺北市最近積查了五百三十三家餐飲業者 內用措施是否符合防疫規定 有六十一家業者需要改善 而另外新北市宣布 十號起開放游泳池與足球場 臺北市八號新增兩例本土病例 正在疫調釐清感染源當中 其中一例案15888 八月二號前往臺北花卉批發市場 五號先後到特立屋內湖店 後拉內湖店 大潤巴內湖二店 與玉宴鐵板燒 市府也公布15875搭乘捷運足機 包括頂溪站 古亭站 南京復興站以及大安站 另外案15874的部分 這位虎林街肌肉攤商的攤位附近 已經圍起來 市府匡列八名同住家人 初步都是陰性 攤商採險二十四人 其中有十人結果已經出爐 也都是陰井 另外 臺北市八月三號起 開放餐飲內用 六天來機查五百三三家餐廳業者 有六十一家需要改善 包括沒有員工體溫 測量記錄 環境及廁所清銷記錄 以及實聯制資訊不完整等等 新北市八號新增疫名確診案例 證明住在三床的民眾是居家隔離 轉陽性 因為在臺北工作被傳染 那由於新北市疫情穩定 新北市的游泳池與足球場八月十號起開放 游泳池採預約或人員造舍 非游泳池全程佩戴口罩 相關防疫措施依照中央指引辦理 游泳池附屬設施不開放 其他行業以及場所將採滾動式檢討 另外新北市開放餐廳內用部分 由於業者都積極防疫 而且疫情穩定 侯佑儀表示 將會繼續開放 記者 張雄 陳柏玉 謝祈文 台北報導